我們這邊 這邊要封籤了 7月3號來推算 現場標示的保存期限有 7月13、16以及17號 總共192包產品 只有7月13號合格 其他通通都是未來食品 我們去查核義美南砍廠 在現場有查過29件的 一個魚期產品 然後還有一件的 標示不實未來食品 標示不實的冷凍食品 還包括2013年稻期的 燒辣雙薄米糕 另外鮮菇燉羊小排 2008年稻期 積品佛料牆也於期 最誇張的是砂鍋大魚頭 早在2005年就已經過期 衛生局把這1703件產品 全數查封 機查的時候是說法不一 所以我們還會再請業者 到場來道案說明 不論是存放魚期食品 還是製造未來產品 標示不實其效 已經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不過義美則是發出聲明 承認沒有立即銷毀魚期食品 但絕對沒有重新販售 未來食品是因為冷凍 和冷藏的保存期限不同 造成誤解 不過衛生局強調 還是會針對市面販售的 29項相關產品 進行有效期限抽驗查核 加強把關 記者黃主華和惠蓉 桃園採訪報導